在刚刚落幕的G20峰会上 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 就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峰会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沟通之后 中美两国在诸多的重大议题上 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也为后续中美关系的可控发展 创造了条件 指引了方向 这G20呢 刚刚结束没几天 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议题 也还在各国热烈讨论的时刻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的国防 财经 气候等众多的重大议题的主管部门 已经开始进行会谈和接触 包括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柬埔寨的会晤 也包括美国贸易代表 和中国商务部长之间的接触沟通 还包括中美双方所重启的气候谈判 要知道这个谈判呢 这个在不久之前呢 是刚刚被暂停了的 那么现在呢 也正式恢复 当然还包括正在计划中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旅 以及中美双方在外交 等其他各个层级的交流与沟通 我想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呢 一定会觉得好奇 之前双方从贸易到科技打的是不可开交 到现在为止呢 双方的贸易关税 科技禁令等诸多障碍 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这些障碍呢 并未完全消除 那当前重启如此之高频率的接触 所为何来呢 这中间又有哪些深层次的考虑呢 我想通过美国一些人的放话 大概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近日表态 轮不到美国对中国支支点点 如果美国想要摧毁中国作为他的目标 那么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新加坡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文章认为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 根本就不会成功 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更是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要反思对中国所展开的经济战 那么这样的结果 已经对美国对世界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 美国所极力拉拢的日本呢 则是毫不客气的表示 排除中国的供应链的这样的做法 根本就是不现实 完全做不到 那么以上各方的观点和看法 最新事态的发展呢 都显示出 美国之前所制定的所谓拉拢门友 针对中国的战略战术 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 讲白了 大家都累了 不仅你美国累了 你的这些门友国家 面对各自的经济问题 外交问题 国家安全问题 那么完全跟随美国所造成的当前的困境呢 总是需要解决 你总不能让别的国家的老百姓都饿着肚子 如果继续这么搞下去 我们看到了欧洲地区 老百姓已经走上街头 对吧 通货膨胀 能源短缺 经济衰退 种种重压之下 如果继续跟着美国的步伐往前走呢 说不定哪一天 老百姓走上街头的情况越来越多 恐怕的这个所在国的政府都难以维持下去 所以美国所针对中国在过去所制定的这种战略 其实已经无法继续 既然这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一个方向 既然是一条死胡同 那么美国方面也就只能掉头去寻找新的 相处之道了 我们也看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对于中美双方的互动的变化 整体气氛的改善呢 也是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中美两国军方高层的会晤 我们看到了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 在20号的时候就指出 东门防长扩大会议期间 那么中美防长会谈的一些问题呢 那么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候就谈到了 中方对于东门防长扩大会议会晤期间和美方要去进行军事交流 是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 双方有关部门呢 当时是保持沟通与协调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芬河出席了第九届东门防长的扩大会议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 也是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议 所以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呢 就在这个会议上呢 那么在这个会议期间 双方的进行碰面啊 进行沟通和交流 其实我相信在两国防长会谈之前 双方的幕僚作业呢 就已经开展啊 这个进行这个线下的 我们叫台面下的接触和沟通 就这一次会晤的主题啊 要谈的哪些话题啊 议事的日程呢 其实都进行了沟通 那么这也是两国之间接触的一些常规操作 除了军事层面 中美两国防长的接触之外呢 另一个引发关注的会晤 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他在18号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那么双方呢 也讨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这也是戴琪从2021年 上任以来 首次与中国高级别的官员面对面的会见 戴琪和王文涛的会见 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进行 那么这也是紧接着中美两国领导人分会之后 随即就召开的财经主管部门的会晤 也可见这一次的会晤呢 他的这个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那么这种紧迫性可能也体现在 美国通货膨胀之际呢 美国拜登政府如果想要在接下来两年的 执政期间能够拿出蛋糕 能够为美国人端上牛肉啊 这里呢是个比喻指的是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呢 恐怕在很多方面还是需要与中国来进行合作 那么这一次的会晤同时也标志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 开始恢复高级别的贸易会谈 在美国将于明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还分享了他对于这个组织未来发展的构想 那么中国方面呢也非常的坦诚 认为这一次中美双方财经官员的交流啊 非常坦诚而且具有这个建设性 那么接下来呢双方还会继续保持沟通 我想这样的氛围呢双方即便是有分歧 那么谈总比不谈好 见面沟通总比相互之间的你说一句啊 我这边呢发言人回怼一句啊 总比这样的互怼要强 我们也看到央视新闻报道的内容显示 中美双方的财经官员共同关心中美经贸问题 以及在多边区域经贸的相关问题 那么中美双方这个财经官员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 为后续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样的一种氛围本身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中美目前在财经领域啊 其他领域我们先不说国家安全啊 科技啊这个啊军事啊 我们先不谈单单财经贸易对吧 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就有一箩筐的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双方所加征的关税 毕竟呢这样的关税加征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对中国也不利啊 美国方面单方面挑起的这一个贸易摩擦呢 实际上对美国的伤害可能还更大一些 因为美国呢 他其实老百姓啊也离不开中国的商品 所以关税虽然加上去了 但是负关税的人呢 是美国的进口商 美国的老百姓 中国对美国的啊出口的这个规模 包括贸易的顺差还在不断的扩大啊 不断的上涨 这也是美国方面呢 经过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之后 所看到的现实情况 也是不得不做出调整的一个领域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他15号的时候 在新加坡出席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期间 也表示中美双方的这一次财经官员的会晤非常重要 同时也发出了两国元首能够管控好 复杂双边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显然双方的发言呢 都是在啊酝酿一个良好的氛围 为接下来的沟通 以及产生实质性的这个成果呢 要奠定基础 讲白了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呀 和咱们人与人之间呢 也是类似对吧 过去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那么见面之后呢 彼此说几句好听的话 即便不是好听的话 总不能总是造谣抹黑 说几句公道话总是可以的 对吧 比如说中美双方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那这样的话呢 符合时机嘛 对不对 无论你怎么去描述中美双方 那么中美双方有众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很多的大事需要中美双方 携手合作才能够解决 这样的结论 我想放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去能够推翻 除非你胡说八道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双方呢首先就是要酝酿这样的氛围 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呀 对吧 见个面 大家呢相互交流一下 即便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样的发展呢 对未来的进一步的这个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呢 总归要奠定基础 戴琪还指出期待在公开与坦率的对话的基础上 要和中国方面的同事们啊 同行进一步的对话 未来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想呢 中美两军之间的接触 中美两国财经贸易官员之间的谈话 少了过去那种剑拔奴障的态势 整体的氛围呢 可以说是缓和了许多 同样态度氛围得到缓和的 还有中美双方非常重要的所谓双方这个气候谈判的重启 这一次气候谈判呢 可以说双方代表都认为啊很有建设性 正当相关的谈判 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陷入僵局之际呢 我这指的是最新的啊 在埃及召开的全球气候分会 那么正在陷入僵局之际 中国方面就证实 中美两国将恢复气候谈判 气候方面的合作 那么这个消息呢 在19号下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7次地约方大会上传出来之后 就迅速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 我们也看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特地指出 那么中国的气候谈判代表 谢振华先生呢就证实 中美已同意就气候变化问题恢复正式的磋商 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双方将重启 这一项暂停了啊三个多月的合作领域 那么之前呢中美关系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啊行为而降至新低 作为反制措施 中方就取消或叫停了一系列的沟通机制 当然就包括中美气候变化的协商 谢振华先生还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会晤之后 根据两国领导人的要求中美两国气候问题特使在沙姆沙伊赫正式磋商 如何合作来推动COP27的成功 路透社的报道就指出 这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指出 和美国方面进行了坦诚友好 积极和正面的磋商 那么我想呢 有建设性的磋商和前面的国防 财经官员的磋商呢 其实逻辑都是一样 为后续有可能达成的双方合作呢 要奠定一些基础 要酝酿一些氛围 前面我们就说过 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弯的情况 拜登政府对中的政策似乎呢 出现了一些缓和的氛围 其根本原因还是从原来的这个特朗普啊 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呢 他所采取的完全对抗路线呢 越来越搞不下去了 对吧 你不要说其他国家 你美国自己恐怕也累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呢 就是说在未来呢 美国他不会轻易的说啊 我和中国之间就这个手拉手好朋友了 就像小朋友一样 那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符合啊 这个国际政治的基本的这个框架啊 那么大家呢 也不要认为 我前面讲了 在国防啊 财经这个气候好像呢 氛围有所缓解 以后就是所有的啊都缓和了 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未来呢 一定还会在很多领域继续搞对抗 那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他美国无论怎么期待 继续的这个啊 搞折腾下去 他就必须要考虑所谓的门友 能不能够扛得住 对吧 你看德国受不了了 对吧 把话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让别人呢 给你说几句话 哎 架个式 我们过去打架一样 对吧 啊 这个有些呢 这个地痞流氓 要去这个干坏事 要去打架啊 叫了一些人啊 所谓的这个给你啊 这个就架个式啊 看起来啊 气场很大 你让别人真的去为你去打架啊 这个为你这个付出多少 其实呢 也是很困难啊 我们看到了德国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看到了意大利啊 看到了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 在这一次的G20峰会上呢 他们在想的是什么呀 想的是赶紧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赶紧去在中国的市场呢 去发展啊 进行贸易啊 进行合作 进行这个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 这才是各国真正的想法 所以说呢 美国他自己他这些门友呢 也扛不住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你美国天天跟中国搞对抗 美国方面呢 他也要想一想 你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 无论是科技企业 还是你这些啊 金融企业在中国 对吧 啊 那么有这么多的经济利益 你究竟要不要去维护 是不是 这些都是你牵扯美国的力量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看着你的这些小弟 都已经拐弯了啊 都已经掉头了 对吧 那么你还在那里自己挺着啊 不转弯的话 那么你原来在中国市场上 所具有的那些市场份额啊 那些经济利益 有可能就会被这些啊 比如说法国呀 德国呀 西班牙 意大利呀 甚至是希腊 日本韩国 被其他国家呢 得到这些市场的利益 所以美国呢 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 基于所谓的这个盟友的啊 表面的团结 他这个时候呢 也到了必须转弯的时候 这里的转弯 我还是要强调 他不是彻底的掉头 说从此和中国手拉手好朋友 不是这么回事 他只是呢 在整个的氛围上 在所谓的啊 抗中 围堵中国的策略上的 他做一些调整 那么美国方面的 他放缓 放慢步伐 继续维系的所谓啊 这个盟友国家 都是我老大说了算啊 我美国还是老大 面子上呢 他要能顾得住 比如说呢 美国他其实呢 是不断的要求 他的小弟日本呢 啊远离中国 对吧 把日本在中国的企业 都搬走等等 要求日本呢 去搞所谓的科技分锁 但是我们也看到 日本的企业 包括日本的一些政客 实际上呢 最近也是在啊 这个明的暗的 对外放出一些声音 比如说 日本企业的高管 近日就宣布 排除中国的供应链 根本不现实 也就是说呢 你无论政客怎么想 对吧 你说这些企业 全部离开 他做不到 所以企业呢 直接呢 也就哇哇叫 对吧 我做不到呀 那我亏了钱 我这些员工 要么我全破产 你的经济能受得了吗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的独卖新闻 近日对日本的 AGC公司社长 平景两点进行采访 那么听取了 他对于今后 日中经济关系的期待和希望 特别谈到了 上面的看法 就是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 在谈到中国的优势时 平景两点也表示 在设备和材料等尖端技术方面呢 日美的确呢 具有领先的地位 但是 在很多的新科技 实际应用这些方面呢 中国实际上也有很多 是超过美国的这些这个能力 他还特别强调 比如说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得到快速的普及和发展 而日本在很多方面无法解除一些管制 无法开展社会的实际应用 发展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那么中国呢 一气呵成的推动整个的电动汽车的发展 那么在社会的应用 在各种法规的配套方面呢 实际上都走在前面 那么我想这样的例子呢 其实就反映出国际的现实 那么类似的声音呢 现在也越来越多 比如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撰文指出 美国应该去反思对华开展的 所谓经济战 那么这位这个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哥德伯格 他最近在世界报业 新迪加网站发表文章 题目就是 美国要反思对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战略 他谈到了 美国过去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做法 那么最新的呢就是美国白宫 在10月份所发布的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 那么在这个新国家安全战略 发布前几天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旨在阻止中国技术发展的 大范围出口限制性措施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曾经表示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已经难以再继续单纯 通过科技创新来超越其他经济对手 那么说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美国呢既然靠我的发展 靠我的科技创新 靠我的基础科技的开发 我已经做不到领先对手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让对手发展的慢一些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石棒子 对吧 去尽力阻止其他对手的发展 我跑的虽然慢了 我让你根本跑不起来 我把你捆起来 拴起来 看你怎么办 这其实就是这个沙利文 说这句话的意思 而且呢沙利文此举 说这句话 包括美国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呢 就是尽可能的让潜在的竞争对手 在经济科技方面面临痛苦 不过呢 他的这种说法本身 他的这种做法本身 看在美国的经济学家的眼中 认为展现的是美国方面的一些软弱的表现 那么这就等于是承认 提高美国这个自身经济竞争力 科技竞争力的政策 似乎呢是非常有限而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么美国方面采取一系列的管制行为 表面上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但是这个战略本身呢是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 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轻而易举的提出 有关国家安全的论点 但是你很难证明 比如说你说华为的手机 窃取美国的资料 手机对吧 在美国都不能卖 那么你怎么证明 你比如说要求德国英国法国好多国家都不可以使用华为的5G 啊说这个有什么情报之类的 你怎么证明 你如果什么都证明不了 那么你长期使用国家安全这种说法本身呢 根本就站不住脚 那么怀疑 甚至是已经认为美国在撒谎 这样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些人士呢就越来越多 现在可以说呢 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各种经济措施 科技措施已经太过分了 而且在美国经济学家的眼中看来 已经是适得其反 让中国可以采取更为独立的立场 那么第二点 美国所强调的军民两用 这个概念呢 它也有很强的误导性 所谓的这个军民两用 其实所有的商品 你可以说都是既可以是民用 也可以是军用的潜质 螺丝钉对吧 所有的军事装备上面一定有螺丝钉 那么是不是中国生产的 所有螺丝钉的企业啊 都是被要被美国这个制裁呢 对不对 军民两用了 再比如说服装厂 你说咱们军人也要穿服装呀 对不对 那做衣服的这玩意是不是 也是军民两用呢 对不对 那当然更不要说 生产其他一些更为高科技的产品 大数据啊 通信 你说军事装备肯定需要通信 对不对 那所有的通信设备 难道啊都是军民两用 美国都要制裁吗 如果国家安全真的搞到这种程度 那么美国好像就不仅仅要停止和中国之间的一些贸易 一些科技的啊 这个关系 恐怕全世界 对吧 美国都要把它停止 都要去制裁了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面也表明 实际上呢 这样的做法呢 根本就第一不符合实际 不可能 第二呢 你也搞不下去 对吧 你让其他人都配合你做这样的事情呢 基本上也是难以为继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各种行动 逾其说是为了国家安全 他不如说就是为了经济主导地位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吧 就是为了自己 无论是在5G 在半导体 在很多方面 他要重新夺回他的主导权 其背后根本的考量 还是经济 还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他只不过呢 冠冕弹簧 找个理由罢了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这也是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个看法呢 实际上所有人看着都很清楚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呢 中国发展了 成功了 中国崛起了 他就认为暗示着美国的衰落了 美国失败了 实际上呢 在美国的经济学家看来呢 这种说法本身呢 是错的 也是呢 见不得人好的 符合人性的一种心理的反应 对于其他国家 对于美国政策的支持呢 实际上 美国方面也发现 好像越来越啊 这个做不到 比如说德国总理舒尔茨 最近率领高级别的访问团 商业访问团 到中国访问 就是这么回事 最重要的是 即便事实证明出口限制有效 也没有办法去阻止 中国自己去开发 这个本土的技术 而另外一套标准 无论是在导航系统 中国的北斗 对吧 中国的航天科技 中国很多方面 实际上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所以你限制得了一时 你不可能长期限制 中国迟早会把这些全部打破 那么在未来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可能还会在各种措施上呢 继续进行这个限制性的措施 但是代价呢 就是会损害 三十年来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和平发展的经济关系 那么作者呢 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期待和呼吁 那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出席 在这个二十大会议期间 所啊 这个酝酿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啊 这样的一种这个缓和对抗性的这些措施呢 那么希望在未来呢 能够引导出中美两国去啊 走向一个更为理性的情况 那么避免所谓的新冷战 你说贸易冷战也好 什么科技冷战也好 那么希望呢 双方都能够按照彼此双方 共同利益的这个方向呢 来发展 那么当然了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些分析啊 以及呢 他们的一些期待 我想呢 中美两国的有知之士呢 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们 都希望这个世界呢 能够重新回到和平与发展的主轴 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也是接下来世界局势的大势之所在 因为这也符合世界最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至于美国内部操弄民粹的政客 能够把握这一主轴啊 那么实际上呢 是很难说的 我对此呢 也并不乐观 毕竟中美两国关系高度复杂 利益高度关联 虽然当前走向稳定接触和沟通 但是如果认为从此就会一帆分顺 那肯定呢 也是把这个事情呢 想的太简单了 那么后续这个事态的发展呢 我们会给予持续的观察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